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二月三號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郭彩燕 國內新冠本土疫情持續延燒 今天又新增了二十二起確診個案 主要分布在桃園還有高雄 其中有九例是隔離期間 因轉陽 因應本土疫情還沒消停 新北市大年初二啟動了 隨到隨打機動接種站 今天仍然是大排長龍 還有民眾遠從中部開車 北上專程來打疫苗 機動接種站內人山人海 持續有民眾報導前來施打疫苗 新北市因應疫情開設的這一處 隨到隨打接種站 每天提供一千個名額 不幸接種第一劑 第二劑 或是第三劑 民眾反應很熱烈 還有人特別從中部北上來打疫苗 疫苗打氣熱絡 而國內在三號新增了三十四起境外移入 以及二十二起本土個案 本土個案當中 宜蘭飯店相關傳染鏈新增六起個案 與桃園物流公司員工相關新增二人確診 桃園的加貝爾幼兒園再新增一人確診 另外境外移入從中國返臺個案一九零四二的家人 一共有四人確診 高雄港傳播鏈也還在延燒 新增了九起個案 另外針對境外移入個案一九零四二的家人染疫 指揮中心表示 個案在一月十五日就從中國入境 檢疫期滿十四天之後 採檢陰性返家 推斷是在自主經驗管理期間發病 因CT值偏低 與家人接觸不滿兩天 因此確診 家人的感染源還要進一步釐清 記者學家 陳信龍談報導 高雄的疫情稍不停 今天新增的十五例確診中 有八例是隔離後應轉陽 市府表示目前沒有社區傳播風險 另外高雄港感染事件 以及宜蘭旅遊群聚也都有增加確診 只是高雄確診人數不斷地增加 市府在疫調中卻發現有人 沒有確實交代活動接觸室還有活動足跡 將依傳染病防治法開罰 沿著百貨公司外牆持續清消 高雄暮時代出現確診者足跡 市府一早派人消毒 三號這天高雄 一次新增十五例本土病例 但上個月二十三號一樣 都是疫情燃燒以來最多的人數 不過市府要民眾放心 社區傳播的風險不高 高雄港延伸的群聚感染新增九例 宜蘭郊西飯店群聚感染以及延伸的大寮幼兒園群聚感染共六例 當中兩例是幼兒園讀書的幼童 市府統計這所幼兒園已經有十一位幼童染疫 若連同主要照顧者在內將近二十人確診 但市府醫療過程中還是發現確診者不老實 確診者引力接觸史市府將依傳染病防治法開罰 但新北國中生一家三口染疫的源頭還沒確定 也因應農曆假期 民眾南北移動 市府將在開工前針對高雄港地區 再進行一次大規模篩檢 記者王庭 陳顯坤 高雄報導 桃園的疫情持續延燒 今天新增七名確診案例 其中物流公司案又新增了兩人染疫 目前累計已經有十五個人確診了 市府決定公佈公司的名稱叫做日益物流 也呼籲有業務往來者務必要出來採檢 以利疫情的控制 由於這家公司是全家便利商店全額投資 全家表示 部分預購商品春節期間將會延遲 桃園大溪的物流公司群聚案 持續延燒 環保局人員加強對物流公司大清銷 桃園三號新增七名確診案例 其中物流公司案新增兩人確診 分別為員工及家人 由於這家公司和廠商車隊有業務接觸 市府決定公佈公司名稱日益物流 有業務往來有提貨存貨或者是有這個物流 車隊有有去那邊交接的 那麼請務必要站出來採檢 由於日益物流是由全家便利商店全額投資 全家表示 部分預購商品春節期間將會延遲 市府強調公司已經完成採檢 267人要居家隔離14天 其餘806人居家隔離5天 預計6號二采 有267個員工是要進行14天的居家隔離 這是屬於比較紅區的部分 此外 新增的5例一起為家庭感染案 4人確診 感染源為中國反台者 1月15號回台 隔離14天 1月30號採檢陰性 反家後開始有症狀 2月2號兒 女 妻 弟 開始出現症狀 陽性確診 2月2號跟著4個家人一起有症狀 那就是19053 19054 19074 1905 另外加貝爾幼兒原案新增1例確診個案 為病童的陪病父親 也是第四期陪病者感染 市府表示 初三到初六 全市人有開設6個採檢站 民眾如有疑慮都可以前往採檢 記著陳嘉欣 張子佳桃園報導 台南有一名男子去年從中國反台後居家檢疫 住在透天錯的三樓房間 兩名弟弟住在不同的樓層 被衛生局認定違反了一人一戶規定 裁罰三人各十萬元 理性男子不服提起了訴訟 法院認為 通知書正面 寫著一人一戶的規定 背面又有家人同住 應遵守事項 容易讓民眾誤解兩者 可以並存 認定是採量違法免罰 不過全案仍可上訴 去年因為疫情嚴峻 防疫規定從一月十五號到五月十五號 要求居家檢疫或隔離者 一人一戶後來才放官為一人一室 不過台南一名男子去年四月從中國返臺 在透天錯的三樓房間居家檢疫 兩名弟弟則住不同樓層 衛生局認為違反一人一戶的規定 採罰每人各十萬 男子認為通知書有載明共同生活者 需同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 他都有遵守規定 期間也未與弟弟接觸 提起訴訟請求撤銷 衛生局則是主張 男子確實未符合一人一戶規定 考量他為初犯 只採罰十萬元 本院認為檢疫通知書 因為內容的記載使得一人一戶 居家檢疫的規範 發生不明確的狀況 而且這種不明確的室友 應可規則於主管機關 難以規則於理難 台南地院審理後 認為通知書的正面 寫著一人一戶的規定 背面卻又寫著 家人同住應遵守事項 文字容易讓民眾誤解為 兩者可以併存 認定機關署規範不清 裁量違法裁定免罰 由於是一審判決 全可以上訴 記者陳嘉欣 張子嘉 溫正恆 台南報導 今天是大年初三高工局 預估出遊潮加上提前北返 全國道雙向交通量 將是年假中最大的一天 其中國道五號北上 可能一路塞到大年初四的凌晨 天氣方面 今天起又有封面報導了 北部東北部天氣濕涼 越晚越冷 中南部則要留意日夜溫差 北臺灣一早又下起見些雨勢 受到封面通過 東北季風增強雙重影響 應封面的北部 東北部天氣轉為 由雨濕涼 氣溫越晚將越冷 而中部以南早晚也會偏冷 一直要到大年初六的白天 才會開始回溫 越往北部走感受是比較濕冷一點點 那中南部就是氣溫的變化幅度 沒有北部那麼大 那初四之後呢 整體來說北部比較偏涼 偏冷 那中南部要留意日夜溫差 大的現象 儘管天候不佳 不過大年初三的出遊 和提前北返車流交織 中部國道多處擁塞 國一普沿系統 國六國性到草屯 車多不好走 時速不到四十公里 國道五號北返車潮 中午左右開始湧現 傍晚雪睡祖縣回渡已經來到四公里 宜蘭道頭城時速更掉到二十公里以下 北返的車流陸續出現 那這些車流可能要到明天的深夜 清晨的時段 可能預計到明天的清晨可能兩點左右 會比較獲得疏解 公路交通部分 蘇花改北返車流也在下午湧現 公路總局預測 大年初四春節零假第七天 蘇花路廊北上車流 單日將上看兩萬輛次 上午九點可能就會開始車多 一直持續到晚間 記者綜合報導 大年初三 各地湧現走春的人潮 臺中武林農場 截至下午三點半 入園的人次已經超過了四千人 搶在櫻花祭要前來賞花 苗栗大湖採草莓 也出現了大量人潮 南部的屏東東港 高雄奇山老街等等 都相當熱鬧 警方也到場提醒民眾 務必要落實防疫規定 迷猴蹦蹦跳跳 在盛開的櫻花樹上 就隨手拔起來吃 另一邊的迷猴 則是在吃紫藤花 至於在地面的迷猴 也沒閒著 吃起地上的貴竹筍 和油菜花 臺中的武林農場 這個季節盛開各種櫻花和植物 也成了迷猴垂手可得的自助餐 蠟梅它就是有微微的毒性 它就不吃 銀杏也是 除此之外 武林農場著名的繡球花 它也不吃 因為有毒 除此之外 它都會吃 武林農場說 這是大自然的生態之一 也提醒民眾保持距離 不要餵食和挑釁 年初三走春人潮湧現 截至下午三點半 武林農場已經超過四千人次入園 預估年初四會是最大量 而在苗栗大湖 現在也是草莓盛產 人車搶得到這裡體驗青菜 包滿的草莓鮮紅玉滴 用高架的方式栽種 民眾不用彎腰就可以採 加上這幾天溫差大 適合草莓的生長 走春人潮擠爆大湖小鎮 至於南臺灣的東流線 也是人潮滿滿 準備前往小琉球度假 船延司也加開班次 紓解人潮 而在嘉義文化路的夜市 這幾天攤商也是忙得不可開交 高雄旗山老街也從年初二開始涌現人潮 由於南部這幾天都有出現確診個案 警方也在人潮熱點舉牌 提醒口罩不離身 自身做好防疫最重要 針對烏克蘭局勢緊張 美國決定從德國與美國本土 總共調動部隊三千名人力 增援東歐的北約組織盟國 除了羅馬尼亞跟波蘭表示歡迎 退役的美軍將領也認為 實際的軍事動作才是外交的有力後盾 不過俄羅斯方面指出 西方國家只是以俄軍 可能入侵烏克蘭為藉口 把俄羅斯捲入大規模戰爭 或者是至少達到圍堵俄羅斯的目的 俄羅斯持續向烏克蘭邊境增兵 除了定期與白俄羅斯演習的部隊 長期駐紮在烏克蘭北部邊界地帶 烏克蘭東部邊界也不斷有俄軍進駐 衛星照片顯示 俄烏邊界除了經常有大批俄軍車輛進出 更有更多的軍營出現在衛星影像當中 對此美軍將從外派德國的部隊當中 抽掉一千人以防羅馬尼亞 另外兩千人則由美國本土分別派往德國 填補空缺並前進到波蘭 波蘭和羅馬尼亞都是北約組織會員 但更靠近俄羅斯與烏克蘭 美方指出 華府目前不會派兵進入烏克蘭協防 增兵的用意在顯示北約組織的團結 不過俄方除了堅持否認有入侵烏克蘭的打算 也指控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組織 企圖以烏克蘭問題作為藉口 目的是圍堵俄羅斯的發展 甚至把俄羅斯捲入大規模戰爭 俄羅斯分析家認為 莫斯科當局的目的 是要北約正視俄方的需求 也就是停止向東擴張 不納入烏克蘭 讓雙方能有軍事緩衝區 外電報導指出 俄羅斯除了已經在邊界部署十萬大軍 還會再增加三萬人 目前為止 普廷仍然強調 外交談判的大門依舊敞開 美方退役將領則指出 俄方之所以會如此 是因為歐美開始有軍事動作 作為外交的後盾 接下來兩邊如何交手 有待後續觀察 公視新聞 徐江仁編譯 北京冬季奧運將在明天登場 這次臺灣總共有四位選手 取得參賽資格 明天晚上八點 公視三臺也將全程轉播開幕典禮 臺灣這次有滑冰 滑雪 以及雪橇等三項運動 四名選手參賽 代表隊賽程 預計從二月七號開始 由滑冰隊及雪橇隊率先登場 由於疫情緊繃 這次代表團也比照東京奧運 強化了防疫措施 體育署也呼籲國際奧會 應該要落實各會員國遵守 奧林批克憲章的要求 切勿有政治因素干擾 或者是打壓矮化我地位的情況 今年的臺灣燈會在高雄舉行 高雄輕軌請來了德國藝術家用特殊膠帶包裹列車穿梭在高雄市區特別顯眼 號稱是能夠載人的移動燈籠 但是不同於一般車廂貼模 膠帶少了透光度 有部分搭車的民眾反應 看不到窗外有點可惜 五顏六色的膠帶貼滿高雄輕軌車身 從外面看 這是一臺色彩繽紛的列車 穿梭在高雄市區特別顯眼 換個角度上車往外看 卻看不到高雄街景 只有滿滿的彩繪貼紙 想要看風景只能往車頭走 讓不少民眾直呼可惜 不同於一般的車廂貼模廣告 這一回用的膠帶少了透光度 號稱運用特殊的螢光膠模搭配續光膠帶 白天吸收陽光 晚上會發亮 點綴的臺灣燈會 被形容是能載人的移動燈籠 要提供民眾不同的輕軌體驗 特別為臺灣燈會打造 高雄輕軌請來德國藝術家 用特殊膠帶包裹列車 提供乘客不同的搭車感受 也為高雄街景打造一個行動藝術品 記者綜合報導 不同於以前的小村落 現代大樓社區的邻里情感少了一點熱絡 二零一九年萬華一馬村誕生 村民們在這裡一起參與了各種活動 像是一個都會型的互助系統 穿過六十年的老舊社區 橘紅色的大門隨之敞開 原本廢棄灰暗的四百坪國軍福利社 這兩年由一馬村接手 重新點亮了溫暖光線 也是萬華許多組織和社群 以及創作者和長輩的衣龜 二手衣物和各種玩具 全部都被整理得乾乾淨淨 等待下一個主人 一馬村每個月都會舉辦 許多人和物的再生實驗活動 讓老舊電器或物品得到第二生命 也透過修復的過程讓許多遭受挫敗的人 來到這裡重新得以理解並善待 除了好像看到有環境或是物件被再生之外 其實最主要是自己在這裡面 得到了一個自我探索的時空 這裡的成員互稱村民 身份有移工 單親媽媽 獨居長者 背景多元 不過一馬村從不用社福單位的基準認證 無論是誰進到這裡 都可以卸下身份 做自己想幫忙的事情 然後任何人不同的角色都有機會加進來 在裡面收穫到他需要收穫的事情 或是投入他需要幫助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 這樣會慢慢回到說 都會裡面也有這種互助的 存落的出現 對 讓這個大家可以互助在一起的 可能性能夠慢慢的脫開 每個人或許曾經都有和這個社會 格格不入的時候 一馬村生性每一個人與物 都有存在的價值 都會型的互助系統 也就不斷地在這個空間裡擴大 創辦人吳婷婷和黃方惠都希望 未來在全台各地 還有更多像一馬村的地方 慢慢建立起來 記者入縫之中建綱 台北報導 接下來就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先來看到北部地區最低十四度 最高十七度 中部地區最低十五度 最高二十一度 南部地區最低十五度 最高二十五度 東部地區是十六度到二十二度 外島地區是八度到十七度 接下來關心未來的三天氣象 接下來關心雨夜旗下 接下來關心雨夜旗下 明天的空氣如何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來看到北部中部是普通 雲加南也普通 竹苗是良好 高坪是敏感等級 宜蘭花東金門是良好 馬祖是普通 澎湖是良好等級 以上是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謝謝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以上是 私 يع注視我 幾次 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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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